真正了解因果的道理 才能于人生大道上 选择正确的方向 预知前世因今生受者事 预知来世果今生作者事 只要动诸身口造作 乃至起心动念 无论是善是恶 都会招感未来的善恶果报 众生心态很多 我们说 这个无常 还是 这个工业 这些是一个名词 但是他要 发现的事情 是有前因有后果 佛教是讲因果 必是有前世因 只有来世果 那么 你如果是前世 有欠人的 当然 而后呢 你不知道要哪一世来还 因为这个时期是有 已经 隔音之谜了 还有这个 我们轮回 这个 这已经隔了好几代 所以你没办法拿出证明 但是活头的慧眼 一看就知道 你们 就是有前世因有后世果 所以你会遇到无常 会遇到工业 会遇到不如意的被人诈骗 或者是说家里的亲情 这个 族女不孝顺 四位不成功 这样的事情是什么 都有前因或果 因果 是世间万物 怨行的诡则 所谓善有善道 恶有恶报 唯有真正了解 因果的道理 我们才能够于 人生大道上 选择正确的方向 跨出正确的步伐 十方新闻记者 蓝依荣台北采访报导